他的这个招标弊案传出贪污图利 那么在昨天晚上裁定了这个县长陈明文收押境界 检方说的上游与正线都已经被收押了 没道理不押下游的陈明文嘛 但是呢就整个一押下来呢 可以说是打乱了嘉义明年这个嘉义县的这个选情 昨天看到了陈明文的太太呢泪洒法院 而法院外面更是有超过200名的支持者来声援 不过呢就在陈明文被收押这个消息一传出来 马上外面呢竟然有人在放烟火庆祝 支持者看到傻眼了 陈明文笑着挥手向支持者致意 这是他28号走进地方法院的情况 停完支持者却等到最难以接受的结果 这消息感到最晴天霹雳的就是陈明文的夫人廖素慧 我不愿意面对这样的结果 我好害怕 廖素慧的惊恐惩了事实 婆娑的肋眼直往下掉 双腿无力只能靠人参拂回避 陈明文被收押的消息立刻震撼法院外面支持者 第一时间还有群众骚动 同一时间法院外50公尺处竟然有人刻意放烟火庆祝 让大家看到傻眼 法院何一廷认为一件县涉嫌泄漏平选委员名单都收押了 没有理由不收押涉嫌泄漏底标的陈明文 扣穿共犯正能之语以及湮灭证据之语 那非于羁押显然进行宿罪有羁押必要 陈明文被收押 对于明年即将进行现场选举家一线来说 无疑是地方政坛的一颗震撼蛋 昨天新闻侯国伟许崇文 下期报道